每年夏天的暑假 寿风乡白豹西以及老西都吸引了大量的避暑游客 不过日前有网友是在脸书的社团上 PO出了一张寿风老西桥下面的照片 照片中西床上却是满地的脏乱和垃圾 为此寿风乡长刘耀宗24号是特别前往了老西 向游客来宣导 呼吁留下回忆带走垃圾 垃圾任意的丢弃 乡公所是会开单告发的 炎炎夏日消暑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来到老西汽水 不过目前有网友在脸书社团PO出了一张寿风老西桥下的照片 照片中西床上却是满地脏乱以及垃圾 到处都是喝剩的啤酒罐宝特瓶以及免洗餐菌 跟美丽的景物形成强烈的对比 令人看了相当心疼 而寿风乡公所的河川洗手队 从暑站一开始每天都会前来清理垃圾 不过游客的功德心还是有待加强 垃圾都破掉 你说怎样 他们都把什么 把酒瓶 垃圾都丢在草丛里面 有的时候甚至会破掉 这个蛮危险的 垃圾都往草里面去丢 都藏在里面 乡长刘腰宗呼吁游客留下美丽的回忆 请把垃圾带走 欢迎大家来受风细水 也希望能够发挥功德心 垃圾不落地 最近我们在草丛里面 发现很多游客把垃圾都丢在草丛里面 让我们水之眼的清洁人员很难去清理 希望游客来这边的时候 把这个吸带来的那个食物 或是说瓶瓶罐罐 希望能够把它带回去 来的时候能够带个垃圾袋 把这个不需要留在我们这边的 破坏我们环境的生意的东西 把它带回去 新冠疫情趋缓 大量观光游客都前来花莲 刘耀宗说 湘境内的游气热门景点 湘工所除了不定期 加派人力维护周边环境清洁 也会加强巡逻宣导 更希望民众汽水消暑的时候 不留垃圾保持山林 溪流原有干净的环境 记者刘明晨说风箱采访报道